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1比0让AC米兰终结了在欧冠面对英格兰球队的五连败 包括最近两个赛季先后贝利物浦和切尔西两回合双杀 他们上一次在欧冠上击败英超球队 还是在11-12赛季8分之1决赛首回合主场4比0击败阿森纳 虽然当时AC米兰再次回合0比3落败 但最终仍然以两回合总比分4比3淘汰阿森纳晋级 那也是他们最近一次打进欧冠八强 进球工程迪亚兹一夜创造了两大记录 第一 他的进球发生在6分24秒 这是自从2010年2月罗纳尔迪尼奥对阵曼联2分11秒以来 AC米兰在欧冠淘汰赛中的最快进球 第二 23岁195天 他还是自从卡卡2004年3月4分之1决赛对阵拉科鲁尼亚的每开二赌 21岁336天以来 AC米兰在欧冠淘汰赛中进球的最年轻球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